惊喜 投降了 投降了 对不住 没事吧 条件反射了 你是从工夫电影里 出来的女侠吗 这也太厉害了吧 你刚刚 突然从我身后出现 正常人 应该都会是这个反应吧 才不是呢 正常少女的反应应该先是 的一声尖叫 然后拍拍我说 讨厌死了 这样才对啊 你是前两天那位 我们还蛮好好自我介绍呢 我叫周志然 是知斐的弟弟 你也可以叫我小然 你叫舒花花对吧 很高兴认识你 其实啊 前两天第一次见到你 就觉得你很有趣 看来大哥也很喜欢你啊 这才两天 就又把你带到家里来了 我觉得周总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 带我回家 应该 都不是因为喜欢 不是吗 看来你还不太了解 我这个哥哥 他啊 外表强硬 但内心啊 其实就是个木头脑袋 憨憨的 可爱得很 而且啊 他现在是斐然的总裁 你是他公司的代言人 就这层缘分 就足够让他心里 小鹿乱撞了 小鹿乱撞 为什么 你们说